关于老子,我们到家把他尊为圣人 所有中国人都把他当作圣人 而且孔子也把他当作比自己更高的,变化无穷的,像龙一样 这个老子历史上当然是真实存在的 他来了又回去了,留下五千字就完成他的任务 回去当然很了不起 关于他的传说,生了李子生下来 怀了81年等等,很显然可能性不大 当然有没有那种零,就是说赋予一个水果或者衣服 这些故事还不止这一个 但是怀了81年,能让才怀了14个月 这个我们就一听就好了 所以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有可能是假的 大家自己去编辑 其实我已经表达出来了 老子,他的生平我们知道的确实不太多 关于他的徒弟,有现在这个 现在还在所谓传的这个文史派 一个是,他的老子的这个徒弟是义隐 是吧,是乖隐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还有一些鬼公子啊等等这种说 关于他的亲身的这种不太好了解 总之知道他是学了很多书 在战略的年代,这个这个人本身就领悟 他难得有这么个环境,就宝多诗书 然后残悟,图书馆馆长,官也不小 他最后走之后 这个就是,骑着牛,到哪儿了? 骑出,那边是哪儿?印度 为什么不吃牛肉? 老子画糊画的是谁? 圣强摩尼也在那个时代 然后,这是道家的一种说法 当然佛家肯定不愿意 这个,因为圣强摩尼是他们的圣人 如果说比他还高 其实在他之前,三世佛在他之前叫什么? 叫阿弥陀佛 可以我们不说是老子 是有这样传下来的 这个世佛摩尼之前叫多宝道人 我看过风神榜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怎么样 这后来就是蒙满这个佛教发展壮大 他就是说地位太高了 甚至说很多,超过很多这个道教 但是最高层的那些 就是他都是叫大老金仙 那些他是不分高地 就是逢人公斤三分 就是没有高地 他那个境界已经到了 他可能那个他职位 他不管那些事 权力可能小点 或者人家就愿意当个散戒 是吧 这些就是或者请来请去 这些都是要互动的 也不是说完全由得了你 然后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老子这个叫太清嘛 太上老君在这个三十四层天 在那回去之后 人家本来下来就是圣人 就是来做事 然后三十三层 他是一皇大帝 四大天门 我们当作一个故事 西天门就是释迦门 南天门就是四大天王 然后冬天门是太乙 这个旧古天门就是东皇帝 就是 然后 还有北天门是真武大帝 这个真武大帝很厉害 是我老师的先师 五岁的时候他就来找他 这个曾经都是天上的孩子 他比起来